這個罩很特別 因為它其實是土耳其的品牌 然後我們在土耳其 已經有50年的製造歷史 就是做造的歷史 然後它裡面所有的材料都是 天然的植物油跟新鮮的花草 就它沒有加一些什麼SLS SL1S SLS跟SL1S是 不好的介面活性劑 它裡面沒有添加 然後也沒有添加 本甲類酸質的防腐劑 因為它經過檢驗 它是有時候會破壞我們的環境 所以它是很棒的一點 我們邊幫邊拉行 然後我們洗手就好 好不好 OK 好 然後因為這塊皂 它其實裡面最主要的成分是 取酸跟乳木果油 取酸是什麼 大家知道吧 就是在很多美白精華液裡面 它都會加取酸 取酸就是在製作日本清酒的時候 大米發酵的時候 會產生的一種物質 對 衛生署有公告 酒大有效的美白成分 其中一個就是取酸 它這塊皂有一個稱號叫 蛋斑皂 就是你會越洗越白 對 因為裡面有加取酸 可以洗全身 當然可以 然後重點是我們剛剛講到裡面 還有加乳油木果油 乳油木果油它其實是一個 很滋潤 對 很保濕的成分 所以它洗完之後不會乾 而且重點它是一塊冷皂 它不是熱皂 什麼意思 冷皂跟熱皂不太一樣 熱皂就是它製作的過程 它會煮它 它會加水隔熱煮它 然後那個溫度就會大概50度以上 但是冷皂是它也會煮 但是它的溫度比較低 它大概50度以下 所以當你加熱的過程 其實因為我們剛剛講 裡面有加很多植物油 植物油其實你有時候碰到熱的時候 它是會被破壞掉 所以通常我們會建議大家 譬如說你今天是拿來洗臉的話 冷皂 現在很多手工皂都會強調它們是冷皂 對 但冷皂它就是有一個缺點 就是因為它製作過程 不是 它製作過程會很長 它一塊皂 做完之後 它要放大概30天到45天 對 所以其實這一塊皂得來不易 看一下 它需要弓的 這樣... 皂了一下 有 有 它變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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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重點是你摸摸看 皮膚變很 完全不色 對 而且你看沒有洗了這一邊 皮膚還有點泛紅的感覺 對 怎麼會這樣 而且真的 欣賓姐妳可以摸摸看 它是滑的 感覺不用再塗乳液的感覺 對 它是滑的 很滑 真的 好適合拿來洗全身 對啊 尤其全家人洗 超滑的 對啊 你洗老公 老公洗你 一個溫和又天然的肥皂 洗完又嫩 白白嫩嫩 最適合全家一起使用了 判斷 馬上擺涼 對 重點是它現在就是網路上 跟專櫃都有賣 然後重點價格又不貴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是可以買一塊照 然後全家人都可以用 全身都可以用 對 好喝 我愛你